嗨,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的Immission要带大家来到了 有着世界公园、世界话语美称的瑞士来祷告 瑞士是属于西欧跟中欧的国家 瑞士是第一个也是至今最长久的永久中立国 至1815年开始 他们就不再卷入各样的国际战争内了 因着气候的宜人、风景的优美 而且没有任何政治的角力 所以瑞士一直以来都是财富发展得非常好 目前是最富裕的国家 但即便富裕仍然抵抗不了病毒的侵袭 至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有180万人确诊 而且有1.2万人死于疫情 不止如此 他们长久以来还是有烟草吸烟的问题 至少每一年都有9000例死亡于烟草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并且相关要治疗烟草所带来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危害 使得瑞士人的健保费是不断的来变高的 并且他们抽烟的年龄是越来越去下降 所以在今年瑞士人民起来共同了 他们决定禁止烟草广告 在任何一个年轻人所看得到的地方 而餐厅和酒吧的禁令也逐渐要来展开 他们期待与其选择经济更加的丰盛自由 健康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一起来为瑞士祷告 不管是疫情还是香烟的问题 让祝福继续留在这个美好的国家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为这个美丽的国家 瑞士来向你仰望 谢谢你赐给他们这么美好的一个风景 这个美好的土地 但主如今他们仍然抵挡不了病毒的侵袭 求主亲自来看顾与保守 特别在香烟事件上面 让人民有自主起来 来保卫自己的健康 不再让这些病毒 或者让这些烟草来侵袭他们自己 以及他们的下一代 求主来带领瑞士的人民 有机会来认识你 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丰盛 也成为周围国家的祝福 我们来向你仰望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守望这个世界 所以不要忘记了 开启铃铛 订阅频道 一周一个祷告 祝福这世界 我们下周见 拜拜